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忘了我说可能没人敢搭你的车吗 诶 做人要诚实 你这样心口不意真的是不行哦 你这样这么爱脑补才不行吧 事实的真相都被你的傻花还有泡泡给蒙蔽了 这次的热门榜上有很多因为马拉松上榜的商馆和投资理财书 相谬误与真相 就号称是经济学版的真确 为什么看起来美好又公平的经济政策 之后却引发灾难后果 作者指出五种经济政策的思考谬误和适得其法 在读者面前公平的还人真相 好啦 幻想无限多的版本 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啊 别忘了 丁丁北也就只有我这一个哦 不要失去了才懂得珍惜哦 好哦 这次的门榜上也有许多以失去为主题的书籍 可能是因为疫情打乱我们人本习惯的生活步调 也让我们可以重新审视自己和生命课题 像许多人的童年记忆 怪物来敲门 主角是13岁的康纳 母亲久病不遇 父亲在婚令去 在学校里康纳必须面对老师浮夸的同情和同学的霸凌 从母亲开始话聊起 康纳每个晚上都会做相同的噩梦 有一天 家里出现一个自称被康纳召唤来的怪物 她要以三个故事交换一个康纳的真实故事 但怪物似乎对康纳辽络指掌 她所说的故事好像也都在暗示了什么 这不是幸福快乐的童话故事 热读过程是痛苦里带着欢笑 触及我们对失去的恐惧 却又让我们学会接受失去 嗯 成长这件事呢 就是痛病快乐者的嘛 像我如果来写一本 开朗少女养成记 也是会有很多泪水往肚里吞的桥段 好哦 以失去为主题的书籍 还有我是遗物整理师 从事特殊清洁工作的作者 比一般人更常面对死亡的现场 生命的价值与存续在他们眼中 好像有另一种诚挚的意义和解释 前阵子Netflix的门榜下 也有一出同名剧集 里面还出现和皮克斯动画 可可夜总会类似的概念 眼睛看不到 不代表不存在 只要你记得 就永远不会消失 我知道 你说的是 那个演员长得有点像潘伟博那句韩剧嘛 嗯 拜托 记性不好也不要那么失礼 你说的是主角演员李帝勋好吗 好啦好啦知道了 阿是说你刚刚讲到作者的工作很常面对死亡 我就想到是什么师兄 是大师兄 这次大师兄的书 你好我是接体员也在这次的热门榜上 跟喜欢大师兄的读者预告一下 他的新书火来了快跑 预计在七月底上市 应该也会是一本让人感动又深思的书籍哦 另外在翅膀上还有当呼吸化为空气 作者是一位神经外科医师 从业务大学医学院毕业前 他已经拿到史丹佛大学文学 剑桥大学哲学的硕士学院 毕业后他在史丹佛大学医院 解决一下自己对生涯规划 生命反思 到坦然面对死亡的心路历程 哇 作者的前半生也太辉煌了吧 没想到不到40岁就结束了 是说 死亡前的寝思 对我们这种年轻人来说 感觉好遥远 毕竟我是刚来到这个世界的 Fresh man 在无常还没到来之前 的确很多人都觉得死亡离自己还很远 推荐你可以读一下 我们这阵子买的最好的小说 倒数10分又38秒 从书名可以猜得出来 故事是以主角莱拉心脏停止跳动 到失去意识前的10分又38秒为架构 借莱拉在土耳其繁城出身 吸飘到意识残宝生活的回忆 看到在意思谈跑日证的5个朋友 拼凑出她的一生 故事里莱拉的每一段记忆 都和一种气味相关 很容易让读者连接到土耳其 缤纷的色彩和丰富的香料气味 但在她和朋友的回忆里 我们却可以看到土耳其的另一面 保守的父亲体质 让莱拉和她的亲生母亲 与父亲的原配都伤痕累累 莱拉长期面对叔叔性侵 却被父亲要求闭嘴 离家逃到一次谈保后 却发现那里不是她想象中的机会之城 而是让她失处坠落的伤心病 这本书怎么感觉看完后心情会不大好啊 这的确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但就像书里莱拉的5个朋友 他们的生活其实都脆弱得不堪一己 却因为彼此扶持而生存着 作者夏法克身为土耳其女性作家 她在社会底层人物身上看到的除了悲伤还有希望 就像她曾经说 这本小说处理的主题或许沉重或者困难 但是我打重心底相信 这是一本读了会重心底涌起希望的书 悲伤与希望之书 这听起来就很迷人啊 就像我一样 讲到中东复权体制 这次榜上还有另一本 她燕南她是我女友 则是一本以韩国复权体制为背景的小说 我们的读者对前几年带动话题的 82年生的金智英应该都不陌生 但这本她燕南她是我女友的切入点却很不一样 简单说 如果金智英在婚前读过这本书 说不定就会过上完全不同的人生 故事说的是拥抱现代女性主义的女子 和直男癌的重度患者 两人之间的恋爱故事 哈?这种组合感无可能 这听起来就是会天天大吵翻白眼的啊 好啦好啦 我知道你一定会叫我自己去看就知道啦 下面一位 下一位是热门榜向来受读者欢迎的烧脑悬疑推理 像池黛西口公园系列 是由高宫毕业后 在家当米虫的真导臣担任侦探角色 这也是很多人心目中经典日剧的通名原著 还有最近非常积极回应读者 许愿的春天出版 刚上架新书命定之人 这本书是Netflix上真爱基因的原著 如果是喜欢安眠书店的读者 应该也会喜欢这本令人被挤发凉的上脑推理 再说你就说 你有没有想过陪你吃饭的另一半 很有可能就是点日杀人的读者 哇 我本来以为读者的春天要来了 你这么一讲 我觉得我的背后又发凉了啦 爱丽丝你等一下下半会要等我一起走 各位观众朋友 这次的热门榜超精彩的 有商管马拉松的升官发财 有让我们面对失去 接受失去的人生省思 悲伤又迷人的土耳其小说 新女性对上直男癌的韩式恋爱 还有烧脑惊悚的Chill推理 大家赶快来看看书单吧 跟上次Port阅读风潮哦 除了买书看书别忘了按赞分享 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那么读莫热门榜 这本是热门话题 我们下次见拜拜 爱丽丝 你觉得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出国旅行啊 你刚刚讲那个土耳其啊 我想去看看哦 这我就不知道啦 但我知道你一定是想去搭热气球 哎哟 这你也知道 毕竟像我这种专业王美 一定上去美一下的啊 啊 虽然我现在就很美啦 好哦